首先呢我们得讲一讲amazon就是在优化方面的一个 先放大一下 给大家讲一讲在优化方面的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昨天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在上listing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优化我们的listing 怎么样去写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标题啊 然后产品的这个特点啊 还有产品描述这几点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像昨天呢我们产品标题的话呢 我们会给大家建议是写150个字以上 那是因为 在amazon的话如果你是电脑端去看的话 它是大概显示130到150个字 然后看你这个啊那个浏览器 然后还有这个啊用的不同 然后它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呢它这个整体电脑端呢 跟这个手机端态势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的 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手机端的优化怎么做 然后啊这个电脑端又要注意什么 然后啊这个知道手机端的这个优化怎么做之后呢 我要怎么样去调整 我们整体的就像写了sing的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关于搜索栏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电脑端方面的话呢 啊它是有可以按照类目去搜索的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全类目的搜索 然后分类目搜索 这边给大家直接看这个网站的前台 然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amazon网站前台 然后呢进来之后可以看到在上面搜索栏 旁边有个all 这个这个如果你在all这边搜索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个全类目搜索 你搜输入进去的东西 比如说啊 比如说搜个水杯吧 然后它就会全站就是所有品类下面找这个mug 就所有全站的就是不管你分类分到哪里 它都会找这个水杯 然后把这个啊 只要有mug这个关键词的东西都提出出来 然后给你看 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搜索方法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如果你点进去一个东西之后 啊然后呢它有时候呢它就会转跳到这个相关的 今天这也没有啊 但有时候你点进去一个搜索结果之后呢 你在里面逛一逛 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上面这个搜索栏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更细的分类 比如说它就会变成这个家居这边的分类了 然后你再搜索这个水杯的话 它就只会把家居相关的这些搜索结果显示出来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啊像我们全站搜索的时候 拿一个出来啊 全站搜索的时候呢 它是以这种啊就是四公共格的方式 然后啊很密集的这样排列出来 而如果你是就是在这个分类里面搜索的话 它是啊就是行的这种排列方式 然后相对应的话 它可以显示的这个字符呢 是更加完整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是可以整一个就是啊产品标题都显示出来 啊但是如果你是看相同的 如果你是来到这个全站搜索这边呢 啊这个产品标题的话 它就会被卡掉一部分 所以呢我们在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得注意了啊 我们写标题的时候 重要的东西全都往前面放 啊不要放到这个产品的后面 越重要的关键词越往前面排 因为呢啊这个像电脑端的话 如果它是在全类目搜索的话 有些东西它是不会被卡掉的 那同样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看手机端 手机端呢这个卡了就更厉害了 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手机 然后呢我们搜一个MUG 好 往下拉也是同样的这个listing 大家看到了没有 同样这个粉色杯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是会显示前80个字符 但是如果你打开这个电脑端的话 我们同时对比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就多了几个字符了 啊电脑端的话一般是全站搜索是130 然后分类搜索它会显示是150个字符左右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从这个啊80个130个字符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啊 不要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填在后半截 就前面 哪线可以信念求的就往前放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看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 啊像搜索的方面呢 像手机端的话它还会提供一个拍照搜索的功能啊 那这个在网页是没有的 然后拍照搜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搜索的栏 然后往右边有一个小的拍照的东西 好那我现在就是点开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 说你可以打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相机 然后它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有一个这个条形码 然后注意一定要是条形码不是二维码不然它就找到了 好然后呢它就会自动扫描条形码 然后找到这个我刚刚啊让它搜索的这个产品了 然后自动就可以跳出来 所以手机端呢相比就是可以多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入门的这个入口的路径 因为呢大家就是如果是做这个从厂家那边订货 你有时候会发现它那个厂家并没有在包装上面印这个条形码 但是最好的还是让他们印一下 因为呢像很多用户他可能直接找到这个产品的包装 然后直接扫码 然后就进行购买了 就如果你多一个这样一个条形码的话 那就可以多一个曝光的机会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麦克风输入啊 麦克风输入的话 同时啊因为我这个连了手机啊 所以我这边它会把我这个麦克风的功能给关掉 但是如果你是做这个手机端的话 你可以进来这边 然后呢它是可以有这个直接说话 然后转文字的 然后就帮助你这个搜索 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搜索结果页啊 这边列出来了所有的我们可以就是人为去影响的一些结果啊 里面包括有这个广告它们的区别 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浏览的区别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很重要的广告部分 呃像我们这些搜广告的话呢 比如说同样的搜索帽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顶部有广告 然后往下走 中间也会穿插着各种广告 然后你看左手边这边 它还会穿插另外一个广告 啊这个是手机端的广告 所以这个是电脑端的广告 但是手机端呢 因为它就是只有一块屏幕嘛 然后它的显示面积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屏幕侧边的这个 这个吸尘器广告 呃手机端上是不会显示这个的 所以大家呢 就是如果你是打这种侧边广告的话 呃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因为呃现在用PC端的人 可能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了 好 然后下面呢就是Display广告 Display广告的话就是两个都是有的 然后下面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页数 编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Amazon搜任何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拉到底 搜到拉到底 它都只会显示最多7页的搜索结构 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的产品没有曝光 是因为你的优化没有做把它做到前7页里面去 如果你的这个产品针对这个关键词 比如说Muck这个关键词 啊你没有做到前7 然后你的就产品就是啊 就是永远不会出现在别人的眼球里面 因为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下点了 它最多就是到底7 所以我们在关键词挑选的时候呢 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你挑选的是哪种关键词啊 因为像这个Muck的话就是马克杯它是特别大的一个分类 但是如果你可以像一个CuteMuck就是这种可爱的马克杯 它又更小一点的分类了 那如果你像这种更细致的要求的话 啊它的就做上去的几率就更加的大 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 那刚刚是这个 那刚刚是这个 电脑端的一个页数方面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手机端 然后同样搜索Muck 我们拉到最底下 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页码的 大家看到了吗 它只可以往前走和往下走 所以导致呢它就是 啊没有办法快速的跳过页面 然后如果你是手机端的话 大家就只能这样看 一个一个看下来 所以大家如果要做这个手机端的话 因为手机端它是强制性你必须一个一个往下滑 然后你再下到下一页 啊所以呢它就是用户看的时候 然后它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呃就是就是在用户的眼球里面 它曝光的时长是更长的 所以你就要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把你的图片做好 吸引它真的点击进去你的这个产品里面 好呃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标题这边我们展示文字收购了 然后还有这个筛选结构也是有的 筛选结构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啊最刷免它可以分这个分类啊 然后还有相关的评论啊价格啊什么的 之前都是有的 然后如果是PC版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左边啊 你可以去做不同的这个分类啊 昨天上listing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就是要填很多信息的那个 就是more information的那个页面 就是啊你上listing的时候尽量能写多少信息 就写多少信息 因为它跟它那个amazon的话会自动抓这种后台你填的信息 然后呢它会归类 然后做出这样一个分类 啊分类 帮助它的用户更好的去选它的这个产品 所以呢 所以呢大家就是多啊多多一定要多填 然后用户选这些分类的时候呢 啊确保它选这个分类之后你可以出现了 那比如说你是卖的这个啊看一下就是casual dining 就是这个啊普通可能吃个早餐这种杯子 但是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用户点这个casual之后呢 你的产品是不会显示在这个上面的 它只会抓取所有有这个casual标签的就在后台填的casual标签的这些产品 然后把它放上去 所以能多填要多填 啊然后往下一点点我们可以看一看产品页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呢 OK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通常我们在网页端的话呢 啊就是我们可以上传五个这个产品的卖点 也是随便点一个进去看看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2345啊 五个这个小的bullet point 五个这个小的卖点 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手机端的话呢 你是看不到这么多的 来我们把手机调出来 我们随便挑一个 这个 好点进来 我摸下拉拉拉 好 看了这个吗 about this item 如果你是写的很长的话 后面文字很多 然后它可能就是显示两个 然后如果你写的短一点的话 然后就可能塞三个 但是后面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要点开它才可以看到的 所以重要的东西都往前放 比如说你有五条很重要的卖点 最吸引人的那两条放到最前面去 不然的话呢 那个用户就根本看不到你后面写的那些东西啊 然后还有产品描述也是也这样 产品描述的话呢 说我们往下拉 你看产品描述它会很完整的这一段全都写在这里 这是电脑版的 你不用再去点开它 但是如果呢我们是做这个手机版的话 我们就往下往下往下 这个是Aplex Content 如果它是有Aplex Content的话呢 它是会直接完整显示的 所以呢就是啊如果有个品牌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再找回这个Listing 好 找找同样的这个东西啊 往下拉 我找的是同一个吗 稍等对一下 还不是 行 anyway就是我看能不能做个别的 好吧 好吧大家就是都有Aplex Content 如果呢你是找到那个没有Aplex Content的话 看看这个啊 都是有都是有这个好像没有 这也都是有好吧 但是如果你是找一个没有Aplex Content的这个Listing的话呢 它就是在这个产品描述页 嗯 我可以比如说这个吧 产品描述页呢 它是不会直接啊 把这个文字然后图片全都放出来的 嗯 你是必须把这 它就是product description product description这边 它会点一个更多 然后你点开 然后它才会看到 更多的这个产品内容 所以就是产品描述也是同样一个意思 就是能往前放 你全都往前面放 还有呢我们有其他的几个 比如说也是随便找一个进去吧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页面 嗯 我们可以免费就是做上去的啊 或者说技术手段 或者说怎么样也好 啊 我们可以这个免费拿这种自然 自就是向产品推荐相关的自然流量的话 有以下的这几个位置 frequently bought together 就是说这个人买了这个产品 他还买了哪些产品 然后还有就是他看到了这些 然后啊 看了这个产品 然后又看了别的 就是说看了就看 然后还有这个看了又买 然后还有一些哪些 他就是系统自动推荐的产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手机端的话呢 它跟电脑端是一样的 它像这种啊 一起买的话 它通常都是三个 三个一组 然后你点开就可以看到了 啊 这些的话 如果你是本身有一个产品 就已经卖得很好了 啊 比如说你卖花瓶的话 然后同时你也卖这些啊 植物啊 然后装设什么的 你就可以在这个你的社交网站 或者说别的地方 做成那个套装形式的那个链接 然后把套装形式的链接发出去 啊 然后让用户就是直接购买这个套装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刷上去 好 然后我们可以往下看 我们继续往下 往下往下 然后more items to explore 然后这是amazon 根据整 就是你整体的listing 然后它会帮你找这个相关的产品 啊 这些就是 然后它这个判定的这个数据也是 啊 根据你的这个用户买了什么啊 看了什么呀 然后你们的listing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地方啊 然后关键词的匹配度怎么样啊 然后它会把这些东西放上去 好 继续往下走 然后呢我们还有两个区域 第一个呢是这个啊 买了这个产品呢 买就是用户呢 他还买了别的什么产品 啊这个就是要看这个用户的购买记录了 如果这个啊相关的购买记录过多的话 你的产品也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还有这个看了又看 就是如果你自己是有一系列的产品的话呢 啊这个在social media 或者说其他平台上面推送的时候 最好呢就是几个链接一起发 然后呢啊这样用户如果他点多个链接的话 amazon那边会识别到 然后啊你就有更高的几率 然后上这个看了又看的这个区域了 好啊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广告的区域啊 还有这个啊像top reviews的地方 然后评论这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跟大家提一提啊 他会找这种top reviews 然后把它放到最前面 比如说好的评论 然后不好的评论 然后不好的评论 他会把它放到最前面 而且这些呢它是 它没有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去排的 它是下面有这个东西叫什么helpful 它是按这个按钮去排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觉得找到有这个特别好的评论的话 或者说你自己要做评论上去 记得把这个helpful的这个数量做上去 同样如果你有差评的话 你可以筛选一下你自己的差评内容 然后你觉得哪个差评就是 因为它这个 那top reviews的话 它好评和差评它是两个一起的 它不会说你只把好评放上去 它系统会自动把好评这个差评都挑一些 然后放上去 那差评里面你们可以找一些就是 就是对品牌伤害最小的 然后可能就是看上去就是可能是用户的问题 而不是你自己产品的问题的那样一些评论 然后你把那一些评论挑出来 然后去刷这个helpful 然后也可以就是帮你的listing做得更好 然后这个增加这个转化 好那这就是基本上一个手机端的优化 要注意的一些地方了